传奇GS8作为广汽企竞争中高端SUV市场的主打车型,上市不久就凭借雄后实力先后荣获,2016大强烈推荐新车奖,年度人期SUV, 年度中国品牌SUV,年度最具实力大型SUV等国内外多项大奖,上市几亿年多的时间累计销量突破10万辆,2017年更是获得自主品牌中,大型SUV销量冠军,各自主品牌在传奇GS8的带动下,犹如打了强心计,先后推出了一些车型,比如,今年更上市的荣威RX8, 上市时间不同的两款车,也确实各有各的不同,空间传奇GS8,灵动空间无比自在传奇GS8全车尺寸来4810星,1910星1770毫米,轴距来2800毫米, 三排座位按照2加3加2不值,每一排都经过合理的规划,让头部,腿部拥有更多空间,即使伸腿,伸懒腰,也可以轻松自在,减少长途乘坐的疲劳感和束缚感。 第二,三排座椅都可以绝对放平,与底面保持无缝衔接,容积各达到2000升,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车内空间,采用GAEI人机布置保障技术,把空间设计放挥到极致,从控制面板下方到副驾驶前方, 全车37处灵动多边的储物箱设计,中央扶手箱的百变储物盒可谓是同级别最大的,副驾驶座以下的储物盒,可以存放于伞,鞋子等杂物,贴心又方便,容威RX8空间也很大, 但是空间设计的欠缺合理性,有一些的储物箱设计的缺少使用性,动力容威RX8动力更强, 传奇GS8更舒适传奇GS8改变了国有自主品牌车型滑而不实的形象,采用广气自主研发的2.0T发动机, 功率最大可达到201PS,峰值扭矩320NM,百公里加速仅为9.9秒, 单在二线六速自动变速箱,换打顺畅,并且面对不同路况,有六种驱动模式进行选择,任何路况都可以从容应对, RX8的发动机选用2.0T直喷发动机,峰值扭矩为360NM,数据上看RX8更具优势, 考虑到RX8向对众的车身,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动力,并且采用大通B90的底盘, 悬化较硬,相比较长期GS8底盘调价更舒适,虽然两款车在定价上比较接近, 但是由于容为RX8刚上市不久,价格上优惠不会太大另外,容为RX8属于全新车型, 是要市场和时间的解键,而传奇GS8已经经过一年多的各项考验, 在外观,配置,安全性,舒适性等方面表现得都不错, RX8还获得了多项大奖,是一款比较成熟的车型,选择传奇GS8更明智一些。